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屁 那这部影片是要来解析一下8月14号 的天堂M最新改版活动公告 这次的活动公告他有发布了5个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吧 首先是神秘之岛 神秘之岛的话就是一个限时两个礼拜的 限时两个礼拜的一个新地图 也是透过了副本界面然后入场费1万块 那他的 等级限制就是60等含以上 OK 然后每天两个小时 那这个限时 副本是可以使用补充宝石 来补充时间的 OK 然后他这边也有写说重灯后会 直接回到奇岩村庄这样子 然后里面地图也是有 因海撒的祝福消耗量减少20% 好 那相对的 对照任务 每天的任务就是多了一个就是 里面 狩猎活动怪物300只会得到一个经验值 OK那一样也是每天5点重置 那这个任务也是60等含以上的 角色可以接到 那里面的怪物以及掉落道具 掉落道具就是两个 一个是 神秘的魔法粉末 跟一个 神秘制作秘籍书 这两个也都是在8月29号 礼拜三会删掉 OK 那 这两个 活动的掉落物不可交易 不可删除 不可存仓 然后接下来就是对应的活动商人 那活动商人的话 海鹰 奇岩 欧瑞雅丁都有 那他有 通常都是粉末可以换东西啦 对啊他这边有写 神秘魔法粉末 数量这边就是 魔法粉末可以换的东西 OK 像料理箱子啊 珍珠 我是觉得 尤其是融资珍珠啦 你 一个粉末一个珍珠是一定要 换好换满的 每天都可以换10个 OK那你有多的 多的粉末的话你就可以开始来换战斗强化卷轴啊 或者是 时间补充宝石 但是补充宝石就只能换一颗 一天只能换一颗 然后 最要最多的粉末换的东西是神秘制作秘籍 那神秘制作秘籍 他可以用 那个粉末换也可以在 活动副本 打到那这个有什么用呢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新的系统叫做 神秘制作秘籍制作页面 OK你就是点开之后 点开你的制作秘籍他就会出现这个页面紫色的 他这边有一个图示可以看 OK 然后你接下来你就要登陆15个 魔法粉末 并消耗1万填币 也就是你登陆了15个粉末 你就一定会消耗1万填币这样子 好那 登陆了之后他就会同时显现出5个 5个 你可以 花5万块制作的随机物品 那这个张图片的话 分别是恶魔王 法杖嘛 跟蓝布 雷雨 白防跟这个碎片 也就是说你 花5万块有机会可以 制作 以下这5种的其中一种 那你如果5种都不满意的话 你也可以花1万块 重置这5种 可能可以制作的道具这样子 OK然后制作是不会失败 一定会这5个里面 挑一个给你 OK 好那制作清单的话就是 稍微看了一下 大概就是 嗯 还算不错啦就是 最最烂奖就是 白防白武这样子 那其他有有蓝色的有 红色的而且 蓝布的话是 封印的 武器防具 饰品是全给 那当然最大奖就是恶魔王系列啦 OK那 这边有一个 神秘的珠子碎片活动 这个的话就是你三个 集满三个可以制作一个神秘的珠子 那神秘的珠子可以干嘛呢 也就是 可以导向我下一个 活动公告 那下一个活动公告它是公告稀有秘籍制作系统 听到稀有秘籍制作系统就是 蓝布的新制作系统 那这个 制作系统的话它是从 明天更新之后就会一直常驻了 OK 那 它的制作系统其实就跟刚刚上面那一个 神秘制作系统是一样的 你就是点你的蓝布 然后它就开启了 也是一样是紫色页面的制作 制作页面 OK那 不一样的是 神秘制作秘籍是用神秘 粉末 进行那个媒介 那 蓝布的话是以神秘的 珠子 当成媒介 OK你就是花10万块 花1万块金币然后 登入一颗神秘的珠子 然后 也是一样会跑出5个 可能可以制作的东西 那你如果 以下5个你都喜欢的话你就直接 花 10万 花10万直接 直接制作 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花1万重置 5个可能可以制作的道具 这样子 那一样制作不会失败 然后 会5选1这样子 OK 那这个 稀有制作系统 有一个重点就是 只有非科硬的可以做 所以你打血蒙突袭 打到的科硬稀有制作秘籍是不可以 不适用这次的活动 OK 那神秘的珠子的话要怎么制作呢 OK这边有两种材料 第一种就是 最高级材料 5个 当然是可替换啦 然后 再加上 哈尔巴斯执念10个 所以说 这一次 的这个活动有可能会 最高级材料跟哈尔巴斯执念可能会 小涨一波 可能会小涨一波 然后神秘的珠子一样是不能交易 然后可以存仓 也可以删掉 OK 那接下来下一个活动的话就是新的 限时 也是新的限时副本 对吧他也是 持续 持续一个礼拜而已 他持续一个礼拜而已 然后他这个的 库还之地就是 你60等含以上 这次的活动 改版都是60等含以上的玩家才可以 参加喔 就是 一些限时副本都只有60等以上的玩家才可以参加 OK 那你60等含以上的玩家你可以 随便打任意怪物800支 你可能可以去 免二啊 打800支之后 你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然后完成任务之后就会给你酷寒之地移动卷轴 OK 那这个移动卷轴是可以让你飞到一个活动副本 然后里面的 活动副本的话 有小怪也有boss 那boss的话就是大脚的大脚优马 然后大脚优马打死之后会有机率 出现残酷的大脚优马 也就是说 这个最终boss是机率出现的 OK 有可能会有不出现的情况 好 然后 这边的话 这个就是一些 副本的说明 那我就不多说啦 这个我就不多说啦 对吧 每日仅可完成一次 但是活动副本进入次数不限 OK 那对应的活动任务的话就是 击杀800只可以拿到卷轴嘛 然后你进去之后 有机率打死大脚优马优 然后会出现残酷的大脚优马优 那有可能也不会出现 所以第2个任务有机会不会 不能 不能达成 对吧 OK 然后他这个 道具名称 这个新的道具的话 有一个冰之结晶 这个冰之结晶的话就类似 就是 黑暗 黑暗妖精的灵魂史那种活动货币 然后你也可以制作材料 OK 然后里面 酷寒之地掉落的小怪掉落也会掉冰之结晶 然后一些 补给品 重点是他也会掉名誉金币 变成制作硬币 魔法娃娃制作硬币 就跟那个时候 沉默洞穴差不多 OK 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冰之结晶贩售的商人 可以兑换的商人 可以是换什么东西呢 巧克力冰淇淋这个就是 灵魂升华 然后草莓冰淇淋这个就是龙珠 但是他有购买限制喔每天就只能买两个两个 复合冰淇淋就是 互动强化嘛 然后力量的樱桃刹冰敏捷的抹茶刹冰 自立的红豆刹冰这些的 我看了一下应该这个是强化的料理啊 也是什么牛排啊 鲑鱼啊强化版 当然也是要等明天才知道两者是不能共存 OK 这个都有可购买数量啦 每天早上5点重置会重置购买数量 然后 接下来我是觉得这个限定制作就是我们无客可以翻身的机会啦 对啊 他可制作时间是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 然后重置时间是5点 为什么会重置时间呢 因为他每个伺服器有限定制作150个 也就是说这个 结晶箱是有机会会失败的 每个伺服器每天就 只会成功150个这样子 然后他 箱子还有分周一到周五周六到周日 他的制作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开出来东西是不一样的 开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OK 那你如果 刚好你 制作成功了的话你 一个账号每天就只能制作成功一次 或是失败就只能 只能拼一次就对了啦 对啊 然后你制作失败的话还会还你4万但是 他的成本是在20万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冰之结晶1到5的 奖励 他就是会获得 呃 住房住五然后红房红五 然后三张刻印的蓝布 然后稀有变身卡冰之武器箱英雄变身卷轴箱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冰之武器箱是什么东西呢 冰之武器箱的话 骑士跟王族有机会得到雷雨或水短 法师的话就是底仗魔短黑妖破 破刀破爪 妖精底弓四神 OK 然后 恶魔王武器箱的话 就是 对应的职业就 双手剑毛魔杖双刀弓 好 稀有变身卡箱的话我是觉得这个算是不错啦 因为他是直接给白金 直接给白金 而不是说有什么黑暗 荧光黄金 之类的 他是直接给白金 我觉得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那英雄变身卷轴箱的话 会直接给你警卫毛跟警卫弓 也就是让你提早八字等的概念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 冰之结晶箱 周六跟周日会获得什么 周六跟周日的话他会多一个 恶魔王武器箱 比周一到周五多一个恶魔王武器箱 那个恶魔王武器箱就是刚刚看的嘛 就是对应 职业的恶魔王系列 好 那 这个 稀有变身卡箱 武器箱跟英雄变身卷轴箱的话 一样都是在一个礼拜后8月22号就会删掉 所以大家要开要快啊 要开要快 好那接下来的活动就是 大脚 马优的七夕线里这个其实 这个可以跳过了 也就是他8月18号8月19号的晚上8点 他会送你冰之结晶各80个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 更新的部分 界面更新的部分 我就抓一些重点 第一个就是 新的 纸装 新的纸装可以制作 然后 骑士范德跟恶梦的长弓 他总算有六化数啦 但是他这边是写效果与恶魔王系列武器相同 恶魔王系列是疾病数 我不晓得 他这边是打错还是真的是弱化数跟疾病数 效果是一样 因为弱化数好像是 攻击-2命中-2但是 疾病数他是 防御 物防-6 物防-12 命中-6 如果弱化数 他这边的弱化数是跟 真的是效果与恶魔王系列 相同的话 那骑士范德之间 跟恶梦的长弓就起飞啦 如果是只有弱化数 就刚刚说的 命中- 攻击-2命中-1的话 那其实倒还好 OK 然后震怒的钢爪跟 咆哮双刀的话 这个我觉得 昏迷攻击 成功几率加5% 我觉得跟骑士范德之间有差啦 因为 黑妖的 晕眩攻击是被动的 就是有几率性的 而不是像 骑士一样是冲晕 OK然后接下来 他这个 道具说明优化 也就是你在 交易所或是制作的方面下面可以看到他可不可以 呃 存仓啊 或者是删掉啊 他的安定值多少 他都会跟你讲 好 然后 第六点 就是这个 这次公布的第六点这个我是觉得 算是 蛮期待的改动啦 就是 大黑掌者终于不是关在 古牢里面啦 他是变成随机出没 而且 提升强度为Boss等级 也就是说 龙之谷的大黑掌者即将出来轻工作室啦 OK 然后 还有一个 点就是这个 设定安全区域自动Buff 选择动作感应选项时 当禁止不动 他就不会自动使用Buff 也就是你欧抛挂完之后你 时间到了你传回到欧瑞 你停止在 村庄里面他就不会一直在浪费你的Buff啦 这个算是 蛮人性化的改动啦 OK那其他 他的改动的话 有兴趣大家可以来看看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做到这边啦 这次8月14号的更新算是更新蛮多的 那 我算是研究了一会也有 抓住 试着是抓住一些重点啦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OK我是小屁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 订阅一下我的YouTube喔 感谢 那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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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